接下来为您报道这件阴错阳差的意外 至少送掉了三条性命 也让他们的家属哀痛不已 这是台北线的一艘渔船长顺发号 前年下午在马祖外海失火 而因为这个地点它距离大陆比较近 所以我方就请对岸一起加入抢救行动 后来中国方面一度通报说 八名船员都已经上了救生艇 但是后来却又发现人根本没有被救起来 等到海巡署人员在四个小时之后找到渔船 已经有三个人死亡 另外五个人下落不明 家属质疑中国方面误报 而海巡署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外面中被熊熊大火吞噬的 就是万里级的长顺发1620号 渔船在海面上载浮载沉 船长林宗星在第一时间 就紧急打电话通知家人报警 没想到明明报了案 却还是让家属等到不幸的坏消息 他们无法相信眼前这冰冷的遗体 居然就是自己的亲人 这艘起火的长顺发1620号渔船 是在十一月十五号 在马祖东营岛北方二十里处起火 但因为失火的海域距离 中国只有一点七里大约三公里 因此台湾海巡署 请距离比较近的对岸海巡单位 一起抢救 到了晚上七点多 中国方面通知台湾说八名船员 全部获救 没想到过了四个小时 找到渔船后却发现 大火已经把渔船烧光 家人质疑海巡署没有把握第一时间救人 延误了救援时间 对于家属激动的质疑 救难人员无奈的表示 了解家属的心情 但他们该做的都做了 这起意外事件一共造成船长林宗欣 轮机长潘福沁 中国渔工康小勇等三人罹难 但目前还有五名船员失踪 家属也表示一定要申请国陪 并要相关单位负责到底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